所以各位来请你找个地方整理一下分词构句 什么叫分词构句呢 直接翻就是透过分词来把句子构在一起 用分词就可以把两个句子构在一起了 不用用连接词哦 用分词构句让句子就可以构在一起 也就是说什么条件下 当前后主词是同一个人像这样 这个主词跟这个主词是同样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 当前后主词都一样的话 我们可以用分词来把句子做简化 怎么简化呢 简化的重点怎么简 简化的重点就是把连接词找到 还有连接词后面的主词也找到 把连接词跟连接词的后面主词一起省略 省略掉之后看到动词 这个动词如果它是主动性 我们就改ing就像现在这样 你看到我们把连接词找到 还有连接词后面这个主词找到了 来找到了这两个 连接词跟连接词主词找到后化掉 接下来后面这个动词如果是主动 就会改成ing 有看到吗 这个ing是这样来的 主动改ing 如果是被动呢 如果这个被动 这个动词是需要是被动的 那我们就改pp 所以各位留意这就是分词构句哦 没有一定要连接词才可以把句子构在一起 分词也能够办到 好 再来我们看到第19这个字 19这个字呢叫plumber plumber 什么叫做plumber 这个字 这个字你要先查它是长什么样子 你就会记住了 什么叫plumb plumb这种字是一种牵锤 它是一种材料 长什么样子 长这样 各位可以看到很像水管 水管的衔接东西叫plumb 所以plumb这个字是一种材料 它的名字叫牵锤 它可以当作动词就是把东西装上去 可以拿来给装水管的叫做plumb 所以plumb这个字根抓出来叫做牵锤材料 字尾加er就是能够装牵锤的人 能够装上这种牵锤水管的人 我们就叫plumber plumber plumber 就是水电工 水管工 叫plumber 接下来如果把plumb这个牵锤材料 再加上ing ing当作名词使用 这边当作材料来翻 它是一种名词材料的意思 所以牵锤材 什么叫plumbing 它是一种用牵锤这种材料 来进行架设活动的工程 这叫做水管工程 用牵锤来当材料的工程 叫做plumbing plumbing plumbing水管工程 这个字也有故事 古罗马那个时候 他们发明了用牵这种材质 来造水管 所以就现在各位看到这张图 用牵来造水管 其实是来自于古罗马那个时候 他们把牵 这个材质拿来造的水管 可以埋在地底下的架设管线 来当作供水使用 所以各位后来这个plumbing plumbing就是用牵来当作材料的水管工程 plumber就叫水管工咯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他给我们的例句 他说呢 when Linda when Linda called the plumber to ask him to repair the leaky pipe he said he couldn't arrive until run 我们的Linda 当Linda called 打电话给plumber 我们的Linda打电话给水电工 然后呢to ask 希望能够要求他来repair 修理 修理什么 修理那个leaky 漏水的pipe管子 好结果这个水电工 said他说什么 he said he couldn't arrive 他没有办法 arrive抵达 他手头上还有其他工作 he couldn't arrive 除非直到中午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plumber 是水电工的意思 好接下来我们看plumbing plumbing ing是材料 用这个plumb当材料的工程 他是自来水管线的意思 这边可以当作自来水的买水管的工程 也是自来水管线 the interior designer suggested that we replace the old plumping of the house when renovating the house 好这个interior designer叫做 interior叫做室内的 室内的叫inter interior the interior designer叫室内设计师 他suggested的他建议我们 we replace 希望我们能够取代掉 replace替换掉 the old那些老旧的plumping 那些水管 of the house 当我们在renovating 在翻修这个房子的时候 到另外一个检子里面 这个时候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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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物的形式